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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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要问我说说 那最后这些日子 可以做些什么样子的准备的话 那我会觉得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部分就是 You have to sharpen your English ability 就是必须要 把你的英文能力变得更棒 这样子喔 那更棒其实在短时间之内 要把你的英文能力变得更棒 其实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 第一个方法就是 你要多做练习题 那做这个练习题呢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很快速的 知道说说考题的趋势 可能是什么以及面对你自己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是什么 那所以我的建议是说 第一个就是请大家一定要 去做历届考题 那这个历届考题呢至少要做十年的 历届考题也就是每个 每个礼拜找一个时间 或两个时间把每一年的考题 稍微做一下 那这个历届考题 虽然也许今年是108课纲的第一届 那没有以前的感觉 但其实以前的历届考题 还是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你还是可以去找出大概那个 大概那个模式出来 然后去练习这样子 那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 而且呢必须要把考题里面 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要解决掉才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在你的 做任何的考题的时候 譬如说你的close测验 或者是你的篇章结构 或者文艺选填各方面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都这样告诉我的学生 就是说你要去找 譬如说 close测验不是这么好 那你就专门去买一本close测验的书 或者是 如果你的篇章结构 你觉得写的不是这么的顺 那你就要去买一本 跟篇章结构有关的书 那问题就是 要买什么书 要买什么样子的书 那我给学生的建议其实都是 你一定要去找 那个详解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而不是只有提供解答这样子的书 那详解也不是说只有中文翻译 而是要告诉你说 他的逻辑概念是什么 为什么他必须要选择这样子的选项 那我会觉得说 我都是公开这样跟学生讲 我觉得说 在所有的出版社当中 你能够找到最好的书 写得最清楚的 那应该就是常论者的书 因为常论者的书 从以前一直到现在 其实都非常非常强调 要把解答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到底他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必须要选这个选项 这个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针对单一个考题 如果你某一个部分 觉得不是非常非常完全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要去选这样子的书籍 来帮各位做练习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就是 如果你希望你的学测真的要考得很好的话 从现在开始 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必须要把自己沉浸在学习英文的气氛当中 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是为了考试 当然你要觉得它说它是为了考试也可以 但我会觉得说它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考试 只要你每一天 每一天都可以一直不断的去接触英文 其实你的英文在无形当中 还是会一直不断的进步 也许你没有感觉到 但是其实当你一直不断在看英文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说 你跟英文的距离拉近了 而且你每天在碰触它 那就会变得不一样 那我的建议还是这样子 就是请大家多多看 跟新闻性有关的文章 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考生很辛苦 每天都在念书 但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但好像不太清楚 这样也是不行 那所以我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每一天找一篇 新闻性的文章来看 不管是CNN的新闻 或者是任何国外的媒体都OK 大家可以找一篇文章来看一下 这个世界上 目前正在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样子的事情 让大家可以不仅不跟 我们现在的社会脱节 而且让你在看英文的同时 其实你也保持跟这个社会的 世界跟社会的连结 而且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增加你的英文能力上面 获得更大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 其实当你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 事实上 你也是在做一个休息 因为呢它其实 会让你感觉到比较放松 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的英文也跟着进步了 我觉得这两个方法 第一个找出你欠缺的能力 然后好好去补强它 是你在考试前能做的事 第二个就是 好好的每天都接触英文 那自然而然 你的英文就可以不断的进步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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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